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赵雅芝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他饰演的新白娘子传奇 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而且陪伴着几家人的一起成长 赵雅芝身上有一种特别高贵的气质 如今的汤依旧是很优雅 而且身上散发着知性美 赵雅芝还晒出了家里的屋子装修 流露出来奢华皮质 很居家 周雅芝都快70岁的人了 被老公宠成小女王一般 太幸福了吧 家里休闲区的墙壁装饰着 带有暗花的壁纸 特意装饰了金属边框的画作 太高品位了 而且看起来极其的奢侈 靠墙壁摆放的转角布衣沙发 精美的勾花设计 很文艺也很现代 在大型的抱枕镇头之下 整个氛围在太慵懒的时尚 而且不是优雅气质 如今海市妥妥的女神范 特别有格调 富士楼梯是灰色纹路 大理石砖设计 做了防滑处理 这样看起来更伟重大方 而且特别的实用 楼梯幅手续金色款 彰显出来收花笔质 而且提升了整个空间的档次 高端优雅还耐看 就连家里的楼梯间的光线 都是显得如此的轻松惬意 一看就是非常的完美 也是花重工打造的 周耀之家里的餐厅 装饰中是气息浓郁 整个墙壁都是装饰了 仿木纹的大理石石砖 看起来更是清爽气息 而且很自然化 屋子在明亮的灯光点滞之下呢 也是显得很小清新 很惬意 抽到食物餐桌 放在了屋子的中间 极其简约舒适 花纹白色桌布 看起来更优雅浪漫 这样的生活氛围不仅低调 而且显得特别的温柔 也符合它的气质 客厅白色的墙壁一侧 还设计了超大壁炉 红棕色的装饰 成为更好的修饰 而且表面还做了纹理雕刻 最奢侈 台面上有特别精致的影色钟镶 还有一些精美的视频点缀 显得更优雅大方 一侧的收纳柜上 还摆放着精美的绿菊 屋子更有春天的味道了 而且很活泼 优雅呢 家里的书房也凸显出来 优雅的格调 这一看起来太完美了 白色墙壁 用金色的线条 做了勾勒设计 独特 还显得很个性 墙壁的一侧空白地方 装饰着金色的边框画作 艺术感爆棚 还能用来欣赏 另外一侧 就是开放式的收纳箱 摆放了各种书籍 以及瓷器装饰 衬托出来空间感 也是显得价值不菲 当年自从 新白娘子传奇上映之后 瞬间就绪在 大江南北流行起来 剧中许轩 以及白娘子之间的悲惨爱情 让很多人为之动情 这部剧呢 也是带获了 剧中很多演员 其中 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之 也是因为这部剧 成为大家心目当中 不败的经典存在 尽管说这部剧呢 已经播出了 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再加上赵雅之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这提起这部剧的时候 还是能想起赵雅之 剧中精彩的表现 可以说一部剧 成就了赵雅之 赵雅之1954年出生 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 赵雅之有四个兄弟姐妹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 属于三样的状态 因此赵雅之年少的时候 还是挺调皮的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 人也是越来越稳重了 17岁的她也出落的婷婷玉礼 毕业之后 她刚好遇见了日本航空 正在寻找空中小姐 拥有着环球梦想的赵雅之 经过层层选拔之后 顺利入职 在此之间 她学会了很多 关于礼仪上面的东西 但是这份工作 时间长了之后呢 有些枯燥 决定离职之后的赵雅之 在母亲的支持之下 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的比赛 在选拔比赛当中 赵雅之最后获得第四名的后成绩 从此的她开始在演员圈发展 1975年 21岁的赵雅之出演了《乘风破浪》之后 真正的开始了自己的演员事业 亮丽的外表以及独特的气质 让赵雅之在娱乐圈当中发展得顺风顺水 后来的赵雅之也出演过很多的精彩的演员作品 其中最经典的一部啊 就是我们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 事业上的赵雅之可以说顺利的坦坦荡荡 但是在感情上的赵雅之啊 却是一波三折 虽说赵雅之看上去是一个女强人 但是在感情上她也是毫不吝啬 当年1975年 初夜《乘风破浪》大会的赵雅之 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她却是在自己巅峰的时候 选择结婚生子 赵雅之的第一任丈夫就是一个 名流医生黄赫尾 两人相识因为在父母的接受 黄赫尾比赵雅之年长十岁 但是两人一见钟情 没有相恋多久 就是迅速地领证结婚了 婚后的两人生活比较甜蜜 婚后也是生育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这段婚姻的开始啊 也不算是个错误 顶多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因为两人的职业有很大的区别 再加上 两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导致两人经常的聚首离多 生活矛盾不断 导致两人感情破裂 因此 这段感情在经历了七年之后 两人选择了离婚 离婚之后的两个人 因为儿子的抚养权的问题 也是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还对不公腾 新日夫妻的他们 也是反目成为仇人 对于赵雅之和黄汉伟的离婚 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争议最大的 就是赵雅之在离婚 争议的过程当中 和知名演员黄元申 传出了绯闻 1978年 赵雅之和黄元申 两人合作拍摄了爱情戏剧 拨错大压 揣错骨相识 两人在剧中出演一只恋人 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接触的时间 因此 就受媒体曝光 两人阴系深情 但是当时的两个人 都是已经有了家事 碍于情面的这个事情 没有被承认 而这个事情被曝光 也是因为黄汉伟 在一家中发现了 黄关申 给赵雅之写的情书 黄汉伟一气之下 就是和好友喝酒 将这个事情吐露出来 但是好友转身 就是将这个事情曝光了 黄光申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影响 无奈之下 他选择了出家 而赵雅之和现任丈夫 黄敬申的相识 也是因为黄汉伟 当时的赵雅之 因为和黄汉伟 争夺儿子的抚养权问题 闹得沸沸扬扬 而黄敬申和赵雅之 在之前有过合作 对赵雅之一见钟情 但是碍于赵雅之有家庭 于是 就是将这份心 放在了最深处 当听说赵雅之和丈夫 离婚的时候 黄敬申的心又动了起来 当时作为好友的黄敬申 不仅陪伴在赵雅之的身边 甚至为了赵雅之 专门去学习法律 考取了律师证 成为赵雅之的辩护律师 而黄敬申 赵雅之从演员身份转型成为律师 也受人们感叹爱情的伟大 赵雅之在成功离婚之后 黄敬申也顺势开始追求赵雅之 甚至在公开场合 多次恕爱赵雅之 但是由于赵雅之 在上了婚姻当中 打官司打得筋疲力尽 对黄敬申的追求 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由于黄敬申不懈坚持 让受伤的赵雅之 也夺了一份心动 于是两人 在1985年的时候 在美国注册结婚了 婚后的两人 还生育了一个儿子 如今 已经66岁的赵雅之 和丈夫黄敬申 经常同框出现 两人实质相握的场景 也是线少旁人 其中啊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赵雅之的一生当中 和黄姓男子 非常有缘分 无论是前夫黄汉伟 还是非为对象黄光申 赵雅之 都是有牵扯不断的关系 但是幸好的是 现在的赵雅之和丈夫黄敬申的感情 多年依旧不变 希望以后的两个人 能够一直地坚持出心 幸福地生活下去